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真名叫申于龙 2008年我母亲病重 因家里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导致母亲不治身亡 从此以后 我便对中国政府先付款后治疗的医疗制度深恶痛急 多次在网上支持像和我们家有同样的遭遇的人 遭到中国政府的删帖封号 以及打压 被喝茶 被殴打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学会翻墙上网 看清中共美智 于是决定逃离中共统治寻求自由 2021年7月 我经历了海关的存存盘稳 顺利逃出中国大陆 抵达巴哈马 与之前联系好一起逃亡的朋友 合资购买饭船 前往美国庇护 结果在巴哈马海域搁浅 五名成员被当地警方抓捕 我与另外一名女性同伴 携带四个孩子流落街头 目前已经得到了总部 以美国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救援 从8月18号被抓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 巴哈马仍然没有释放五位成员 目前已经与监狱里面的五位成员取得联系 他们说在关押期间 他们多次提出庇护申请 请求寻找律师都被拒绝 在三天绝尸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作用 巴哈马警方准备遣返他们回到中国 我们不想回到中国 成为中共楼椅下的韭菜 也不想孩子被洗脑被弄化 我请求国际社会与人权组织能够帮我们发声 让巴哈马政府停止签法程序 作为一名逃亡者 一人中国的底层韭菜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发出我们微弱的声音 在这里 阿龙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谢谢